编赛KID我感觉又回到了高校 阿元说想学 挺好 这个想学的话 我前面有一个视频 你翻我那个视频号 讲那个Stable Diffusion 这就在前头 然后RY说 编程那里是用什么软件自动找API的 求求你们告诉我 我没来得及听 那个东西叫做GitHub 然后Copilot Han说全球论文来支撑的搜索引擎强悍 是 它不仅仅是个搜索引擎 这种东西它本身来讲 包含了大量的这种问答和信息综合能 所以是和搜索引擎是有很大的重叠 对吧 但是还是有差别 Han替我回答了 谢谢 说这个GitHub出的那个 没错 RY说哭了 别哭啊 人家不告诉你了 这个Copilot 编赛Kid问 个人笔记 推荐Notion吗 Notion挺好啊 看你的这个需求 就是首先先说这个软件 它本身来讲怎么样 Notion是确实是挺好 Notion好在它这个比较能够现在支持这样的一些 这个团队的协同功能 而且它本身呢相当于是这种一个低代码或者叫无代码编程的这样的一个典范 对吧 你在它上面可以托管然后来做这个Blog呀 然后这个团队的各种的这个任务管理呀 这些东西在结合上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笔记本身又是云端的嘛 所以这个也不限定你的这个设备 对吧 所以这个Notion挺不错的 这个但是呢还得看你个人的需求 你个人的需求啊 决定了你本身来讲用哪款或者哪几款的这个工具 我前面一直在强调这个谁 张玉鑫老师善用家软说那句话 重器轻用啊 哪个软件能满足你一部分的这样的能非常好的满足你一部分的这样的功能需求 哎 用起来 至于说这个软件是不是要完全掌握不需要啊 不需要没没这个必要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用一系列软件 不要总想着说哪个是最好的哪个去替代别的 不用 这个只要是能满足你 这个我忘了是哪本中国古代经典里讲啊 以物养己 对吧 咱们得是让这个物来为咱们所用啊 然后Tensor提问说 自动代码API是不是每次都要用英文把需求定好 它就关联 中文不行 它现在是这样 它用的是GPT3作为底层的话 也就是说它对于那些这个比较深刻的这个语义理解 应该说主体上还是英文的 因为GPT3它这个主要就是在这个英文上啊 它不是说完全的英文啊 它有别的这样的一些文字 但是呢好像我印象当中里面中文不是很多啊 所以这个他要让他来理解中文的语义现在是比较这个应该是不太不太合适 Quincy说Notion和Bear都挺好 没错啊 这俩其实我都用 王玉说私人问题有没有可能录一个笔记流工作流 呃 其实前面我在直播的时候讲过这个就是我的笔记流程忘了当时直播是不是这题目了 我印象当中它的讲述部分应该在我的呃 B站和视频号里都有 你找一找啊 这个里面包括这个讲里面的这个有哪些作为一些这个呃 Hub就是那种呃 极限器式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好像我当时举的例子就是Bear 嗯 这个希望王玉这个能回答了你的问题啊 海洋说Obsidian和LogSec对于个人知识库来讲更推荐哪个 有没有什么样的优缺点 呃 是这样 这两款软件实际上都是挺好的啊 我这个呃都用过 而且这个也在不同的场合吧 做过这样的推荐 LogSec我还做过一个系列的基础教程啊 嗯 现在来说呢 是是这样 LogSec他比这个Obsidian的就是我只是对普通用户啊 对高级用户这个咱们另说 他多出来的一个功能在于他本身来讲是支持到这个块的引用 当然了Obsidian也可以通过一些这个绕路走的方式也能实现 但是他和这个因为他Obsidian底层用的是Markdown 所以呢 他Markdown本身是没有到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语法的 所以这个呢绕了一下路啊 LogSec是可以直接的进行这样的块的引用 哦我在当时做的这个教程当中给你讲过 这是一个叫做细力度啊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看你做的这个这个相关的就看你的需求啊 你的如果就是平时我写点这个文章 我每一次写一些小块 然后进行一些这样的一些这个处理的话 两个都可以 但如果你这里需要大量好比说学术的这些东西 你需要很多的对于这里面的这个argument 对啊 反复的跟其他的内容进行这样的一些这个呃怎么说呢 你说交流也好 这个核对也好 然后说让他们之间去进行比较等等这些 这里面我觉得如果支持这个块引用 这个会比较这个方便一些啊 当然这是纯属个人偏好啊 这两款工具都很不错啊 而且现在的主体功能基本上都是这个长期免费的 我觉得都挺好啊 呃在思考编程的学习 是否要建立在做项目之上 越发感觉到编程能力在个性化工作流和数据处理上重要 但如何提高编程能力感觉太虚无 呃是这样啊 看你拿编程做什么 编程如果是你吃饭的家伙 好比说你是这个程序员 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随着你的这个工作来做应该是可以直接就就就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为你对你来说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刚需啊 但是对于呢你如果本身来讲 好比说你是个研究生又是个非IT专业 你用它来进行一些好比说这个像你说的数据处理 然后呢有一些这个自动化 把这个流程变得更加的简单避免重复造轮子等等这些这个实际上你就可以把现在手头这些工作当成一个个项目 但是注意啊如果你只是说今儿有一个需求我去满足满足了以后 然后这事就过去 那你的编程能力可能确实是难以有一个持续的提升 我建议这也是我给我自己学生的建议啊 就是这个学东西一定要以教为学 好比说我现在我学会了一个新的什么能力啊 甭管是什么 你学完了之后你可以怎么样 写一篇这个教程文章 或者做一个视频 把这个东西进行传播 因为什么 只要你传播你就会发现肯定有你原先想不到的东西 例如说你没有提到的人家来问问题 或者说人家问你怎么把它和另一个东西相结合 以及人家你人家发现你这里讲的东西在某些这个具体场景下不适用 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启发你的思考 如果你深入的钻研进去 这个就会有进一步的提高 然后再迭代这个过程 把这些东西再发布出来 再获得反馈 这是一个在你做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能力获得了提升 而且你的影响力 你的个人品牌也会因此树立起来 到那个时候就是有一股强大的驱动力 让你这个想停止学习都很困难 想停止提升都不太容易 你这个你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效果 Tensor有了一个新的问题 老师你觉得本科计算机考MBA 选科技管理方向 可以算跨学科融合吗 肯定算啊 计算机算工科 对吧 你这个MBA管理学对吧 这个他本身来讲大的学术门类都这个都不算是一个一个门类 所以这个当然是跨学科的 对吧 但是融合的好不好 这得看你个人努力 对吧 不是说因为你学计算机 你做这个 你这就是融合的好 那这个他的很多研究的范式是不一样的 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细节 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 呃 相当于是你是从高空鸟看一座城市 和你到这座城市当中啊 去这个游览 你是坐公交车呀 你是骑这个供养单车呀 你还是走路 对吧 这个都不一样 你的感受都不同 对吧 所以像像这种情况呢 这个你你得根据具体的情况要在这个思路上加以一些变化啊 千万不要这个不要有一种 尤其是啊 学计算机的呃 到了这个人家可能非IT的专业啊 这个千万不要有一种总觉得哎 你看我技术很牛 所以我就很牛 不是这样 这个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特色的研究方法 还有一些研究上的共识啊 这个要要注意这个事 风云说老师你好 刚进来 抱歉不知道您之前是否讲过这个AI相关应用的这些是伦理问题 是吧 我印象当中我在这个我提过 我提过这些问题 但是我没有专题的这样的讲过 这个我提的那些这个相关的问题都是一些现在比较常见的 好比说一些道德悖论啊 嗯 今儿在这儿也可以讲一个啊 这个大家激发一下思考啊 我就好比说我问你个事啊 这个现在有自动驾驶了 大家都知道对吧 而且有的城市现在已经允许这样的自动驾驶车辆上路 虽然还是受到很大的这个限制 但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了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假设说一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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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不是我原创的啊 我是从这个别处听来的 好比说这个现在这样的自动驾驶车上路 我们都知道大部分情况下当我们这个人车分流啊都遵守交通规则呀 这个信号灯什么的都是正常 然后人也按照交通规则走都没有问题对吧 好 现在假设出现这样的一些极端问题 例如说好比说现在是一个这个绿灯啊 我现在这个往前往前这个这个往前开这车 现在这都是没问题的 但这时候如果突然间出来这样的一些这个车辆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安全距离下 我把这个车杀住 那这样的一个事对于人开车来说 这就是人的主观判断一系列的东西 对吧 有的时候他这个出了问题 我们也不会太苛责他你好比说别人闯红灯 速度特别快 对吧 这时候躲不开了 怎么着 但如果这时候是一个无人驾驶的这样自动驾驶车辆 这个事就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悖论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时候我究竟是保车上的乘客 还是保车前的行人 我保谁 这个东西不是一个这个AI 他本身能够来这个推导出来的 这个一定是有一个前提的设置 应该是人要求他怎么做 但这就有一个问题了 你说该怎么样的约定 好比说我们约定这个这个要保这个乘客 那这在马路上这些车可就都是这个什么了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他的优先级最高 也就是说如果他遇到了行人 你好比有的他这种行人 他不是故意的 小孩 那球跑到街上去 他去捡球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你说怎么办 这个车直接把行人撞飞吗 对吧 所以我们觉得这这不合适啊 对吧 所以我们应该保行人 可是你反过来想 如果这样的车走在马路上 遇到这种情况 他都是牺牲自己去保行人 请问这个车 你作为一个乘客 你敢不敢坐 那大家来来想想这样的一个这个这个 悖论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这就是我们说在将来AI会给我们 这都是我们现在可以直接看到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场景 那么将来随着AI大量的去应用之后 有很多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去设想的场景都会出现 到那个时候会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伦理问题 所以伦理问题在很多的这种AI的这个基础课 它单独要占一张的 而且在将来我觉得它的比重会越来越大 这个是非常的一个这个一个将来很有前景的这样的一个学科 我觉得很很必要 结说书记老师结束解释的非常清楚到位 谢谢谢谢 王玉说 谢谢 看了风神仆仆的工作流 太受启发了 他有这个笔记的这个历程 是啊 这个风神仆仆在这个核桃派上也做过这个相关的这样的直播 那我们在这个直播后啊 还都是要去聊一聊啊 这个那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啊 他说自己会缺乏以交代学的习惯 也觉得事情很多 网上很多课程 自己也从中学习 写文分享到网上会有一种重复造轮子的感觉 千万不要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 他提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不只是他 包括这个很多的 哪怕是你是博士啊 或者你博士都毕业了 然后你去 你也觉得这些东西好像轮不到我来写 嗯 这个东西是这样啊 网上确实有很多教程 但是问题在于 这些教程是不是适合于许许多多的这样的初学者 未必 有的教程非常的这样的高屋建林 有的写的深度是非常深 但是你会发现 那个起始 就好比说给你一本书 差了前两页 这后面你可惨咯 对吧 你得去反反复复的去琢磨 缺那两页是什么 那个过程给你带来的那个痛苦 对吧 就好像有很多人学Python 它不是倒在了后面多么高级的这样的一些 这个 好比说怎么写这个类啊 怎么写的这些这个面向对象变成不是那 它是倒在了安装环境 以及运行第一个程序的时候 因为环境跟教程里面不一样 它就报错 所以如果你做的这样的一些教程本身来讲 是有它独特的这个特色 好比说 我就教这个新手怎么上手 跟现有的这些教程能衔接上 这个就很有必要 对吧 你说人家已经也有这样的这些教程了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 你给大家讲那个具体的那个问题 那个上下文 可能是某些人他需要的 对吧 因为有些人 他的这个跟你的专业背景相似 做的这个问题本身来讲 采集的这些内容 也有相似性 那么在这种时候 你的那个教程比起那些 跟它相距比较远的教程来说 更适合 所以你这个不要自己先一想 然后告诉自己 这个没有前途 我不干 你自己去尝试一下 当然了 我说的不是浅尝遮止 你得有一个过程 你得有一个试错的过程 你得有一个让别人逐渐的了解你的过程 对吧 你否则的话 你说有同学 我上课的时候让他们去做这个 有同学做了前两次 还算是有点这个积极性 第三次开始就不好做 为什么呢 他觉得我写这个一篇教程 我做一个视频 我花了一晚上 甚至一个晚上都不够啊 别人没人来看 缺乏人家来看 没人给点赞 对吧 这个 然后呢 这个关注人数 一只个位数 这个确实对他打击会很大 但是你得有一个明白一个事就是 从一个别人都不知道你的一个小透明 到你能够让别人信任你之间 这个实际上你是要付出很多的东西的 所以你去尝试一下 但是注意不要浅尝辙止 这是我给Taylor的一个这个这个说明 Tensor说老师刚才您提到了人工智能 我想问问现在网上比较好的人工智能课程 人工智能简史看哪本书 或哪个老师的内容比较好 这个咱先说那个人工智能简史 人工智能简史看哪本书呢 看人工智能简史 我这个不是跟你开玩笑啊 稍等我拿一下 看看这本书 能看见吗 这个可能是 你可能看不太清啊 没办法 我这个开了那个后面那个那个绿幕 然后抠图啊 不过这能看清了应该是 人工智能简史 真有一本这个书啊 这这这可以可以直接看 人工智能课程呢 看你的这个英文的这个英文的这个水平 英文水平高的话呢 那个 deep learning 那个 deep learning 点 ai 就是那个温达 那吴教授 他做的这个 那是最为权威的一套课程啊 然后呢 还有是那个fast ai 我在之前的这个文章当中也介绍过 这都是非常好的人工智能课啊 这个如果是如果是假如说你更更希望拿中文来学习的话 那应该就是那个呃 李牧吧 他做的那一套课程 他好像是mxnet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开发者 也是非常的这个权威啊 他那套我印象当中是用中文讲 所以现在这样的这个课程系列的话 是都是可以的 这个小心说老师刚刚讲的 如何持续提高自己的编程能力 我的网络出问题了 错过了 老师在简明扼要的指点那个问题的答案吗 可以可以 这个就是一个事迭代 你不断的去这个把自己的这样的掌握的能力 把它交给别人 通过交的过程 以交代学 然后呢 在分享的过程中会获得别人的反馈 如果你做的足够好的话 有了反馈之后 可以更为持续的提升你的这个能力 这个是现在已经在很多这样的领域当中验证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但是咱们未必非要把它跟什么一些大牛联系起来 有人非得说这是什么费曼学习法 然后有人就站出来说这个费曼压根就没提过什么学习法 咱们不参与这种这种这种这个辩论 咱们只是说这样的一个获得反馈的这个事非常重要 好吗 这是我给你简要的进行了一个小节啊 这个Tensor说看的不太清楚哪个出版社 你就搜这名就行了 这个非常非常这个著名的一本书 这是人民邮电出版社的 人民邮电出版社 人工智能监视 Sky说Deep Learning今年出新版教程了 没错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首先给你推荐他 因为他出新版教程就意味着你学来之后拿过来用 你跟现在的这个环境是最为匹配的 而且里面会有很多现在的新东西 对你会有更大的一些帮助 所以这个事是我为什么刚才首推 就是这个Deep Learning 他这个这个吴老师的这个这个课 这个没有名字啊 是这个一个月亮的一个一个图标 说老师怎么快速学习机器学习 并且融入到自己的科研中 感觉机器学习方法太多了 不知道怎么去选择 这个是这样 经典的机器学习方法 你到那个Sykit Learn这个网站上 去找那张图啊 这个有一张路径的图 他把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任务 最适合的那些方法 以及在这些方法当中如何的做选择决策 有一张图啊 这个我不知道后来更新迭代了没有啊 我的文章当中应该也出现过这张图啊 你这个可以到Sykit Learn这个网站上去看一看啊 深度学习现在是这样 基本上来讲呢 你要是做这个图像的这个识别啊 什么的这些东西 现在还都是这个CNN 但是我觉得呢 后面可能会发生变化 因为这个跟图像相关的 人们现在发现用上这个Transformer之后 太好使了啊 这个所以后面 是不是CNN还是能够占据现在这种统治地位 这个主流已经不好说了啊 如果你做的比较多的是文本 那这个假如文本数量足够多啊 然后这个文本本身来讲有预训练模型的话 这个还是Transformer啊 现在基本上这个在深度学习领域 Transformer已经快要一统江湖了 这个刚才我给你举的那三个例子 GPT3 T5 然后还有现在你看到的那个Stable Diffusion里面 用到的很多的这种这种东西 实际上全都是用了这个Transformer 这个这个模型 所以你看到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能力 是非常强悍的 可爱雷仔说 王老师前面直播没赶上 简单问一下如何提高工作效率 小工具类 你是想问怎么样用工具来提升效率 是吧 这个简单 你到那个你到那个少数派这个网站上 你拿效率作为一个关键词 然后你就搜 这里面到处都是效率的 这个少数派上这些作者 现在不仅是自己有效率 而且他们现在有的在那立flag 说要戒断这个效率上瘾 然后呢 他一边说着 我要戒断效率上瘾 一边呢 这个效率是越来越高 这个这个我 我经常在那揶揄他们 我说这个这个 离你的flag好像越来越远了 你去看一看 这个这个所以 你要想提升效率没问题 你要想学怎么戒断效率成瘾 你就别跟他们学了 他们现在自己都戒不断 江超说 老师好 可以分享挑选论文的经验吗 这个是这样 这个两条腿走路 对于这个 假如说是一个新的领域 你的这个团队 包括导师在内本身来讲 这个都对这个领域没什么接触 大家现在水平一边齐 遇到这种情况 我觉得前面我推荐的elicit 是可以起到作用的 这个当然现在因为他 他受他的这个模型还有他的这个数据来源的限制 他只能搜这个semantic scholar上面的这些英文论文 这是一个限制 对吧 如果说是团队在某些方面有这样的一些先导性研究的话 找导师或者你自己的这样的这个学长学姐 他们对于某一个领域的这样的一个论文的这样的一个挑选 可以做出非常非常细致的给你的这些解释 所以我觉得要用好你现在自己的这个资源 Tensor问老师在您非直播时间 一般通过什么途径可以与您交流 从微信去加入 LS加入是这样 他那个苹果会扣比较大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一般的开智星球的都干一件事 就是把那个苹果的那个那个支付给关闭掉 感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就先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